电厂声音啊调大一些 24 25 中端退一库啊 啊好球调整到位 我们看带了一点点的右赛 再给的很舒服 这样来走是走最上方红球的 这颗红球左下方的红球就好叫了 继续来走最左侧的红球 位置关系还是要处理 篮球和粉球都不是第一颗都有单下 这应该要两阔绕出来 打厚了我们看啊 哎打厚了 有的包 有打进一个打在防 标国栋5比4战胜了鲁宁 雷佩凡5比4战胜了加里威尔逊 这是这场打得不错啊 李航3比5输给了乔佩里 常名玉4比44比5输给了一位业余选手 我刚才两库啊来去走黑球 嗯哈密尔顿在黑局阶段 定不难 小球啊直接登上去 不难 13 20 哈米尔顿我觉得青苔的问题不大 24 28 32 关键的篮球 关键的关键的篮球啊 哦 看啊哎这个 没有打进 也是带着防守 我们看啊黑球坐住 啊好球 哎呦这个太贝了啊 这样的话这个直接给雷自由 超分球 哎呀我们看小特打的啊 这个要坐住了 他打的有一些随意啊 打有些随意 啊当然现在免下了二十 好各位球迷朋友啊我们继续来欣赏两位选手第二局的比赛 刚才说他打的随意啊我是觉得那一杆篮球拒责啊 这个角度来看是有下球的 但是打丢了 但是打丢了 带了防守 变流声大不大 就是说来打子 下面他选择最右侧下方的鸿球来贴 打顶在 哎呦啊打丢了丢了漏球 哎呦喂啊两颗都没进啊 啊来去叫黑球有下叫黑球 等球也可以 这是泰米尔队的伏地 球声没有说话声一直在播放环境声的时候啊他这个电流声会越来越大 哎呦啊小特上手啊局面相当开放啊我是刘欣 晚上啊凌晨的比赛都是我来讲如果我不讲的话就是刘教 对于摄像机啊或者是现场信号传输的问题 黑球左右两侧底带都开放啊 可以酷啊来走粉 40 我到现在也不知道画线的工具是哪一个啊 40色 一干一酷 本球右下方的那颗单独的红球啊 但是没有 哇漂亮啊 漂亮啊 好 嗯 这干打进 后面的难度 右上方红球 就是刚才想叫的那颗 浩分的红球打进 66 66 7 83 93 90 10 91 要想破百最下方的红球还需要打进 哦啊这一干 哦双方的第三局比赛 看小特这一干开球要比第一局啊 这个效果 还是选择回球 打得很激进啊 主动把球队带伞 回球放弹起来 哇 这个画面怎么那么朦胧呢 哇还是有难度啊 这干回球并不是很到位 看来 哇这种球选择发力啊 发力看一下落点 就是穿6 非常难 哎 有红球去向带口 来看一下黄球有没有能挡到 看一下小特的低干 舒服啊 到位 现在黑球的左右两侧底带都没有下球 对不起啊 篮球要篮球来交位 那现在小特需要把黑球的 没有选择去叫黑球啊 好 我们看来叫这个黑球 黑球还是可以单叫的 等一下黑球右侧红球来叫到最右侧的红球 但是这一干摆到了无限靠近自己点位的地方 刚好出干也没有受到影响 这边小特顺利的上手 现在已经拿到了 陈子凡的第二局啊 打出这也是压第六干147 这是世界台联 如果德国大师赛没有其他 他有5000英镑 他已经16强 点一下 好准度啊 是不是 暴力 着上一局打出弹竿98 简单的红 同样还是贴到了底裤 对干哎 没有打进啊 他体身这个 连怪 来双方的第四或者是现在观察不知道在观察什么 哦他是打一个回球 这杆没有做好 没有做 嗯好球啊直接往前蹬 上送了大好局面 到到了最 阿密尔顿选择把白球啊叫到黑球的右侧 这个通过这个缝隙啊 黑球正上方的这个也有 这样这个局面 火箭本来就不愿意出远门啊 再一个就是他可能考虑到疫情的影响啊 上去啊来叫篮球 位置啊都是空的不好 看一下k球堆 好球啊 4 57 一干下来黑球上方红球 显现了62分 打进一红一黑可以超分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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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